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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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好 我是定超 指数当然是我跟各位讲的 它就是会持续的 其实有没有反弹也不重要 我们又不是做指数 你看这里就好 但是也不会大跌 研究这个也没什么意思 我跟各位讲指数的目的 我只是告诉你是不是会崩盘 如果不崩盘 我们是担心的是崩盘 所谓崩盘就是跌三五千点 如果会崩盘 那你买股票也没什么意思 早跌晚跌都会跌 假设可以跌五千点 那你再强的股票最后还是会跌 那你再强的股票最后还是会跌 这样讲对不对 那如果不是要崩盘 是整理或者是往上 那大家轮流涨 那谁会在乎指数呢 除了那些做指数起货的人 那我们又没有做 那我们只要 守好自己一亩田 顾好自己三分地就好了 这个指数会不会崩盘 看起来就没有要崩盘 会不会涨 我管他的 我讲难听一点 不关我的事啊 我只是告诉你他会涨而已啊 那真的没有涨也没关系啊 我们又没有做指数 我一直讲说我们又没有做指数 董事长你有做指数吗 指数起货吗 如果你一有你当然要关心啊 那如果你没有做指数起货 就算明天跌300点 也没关系啊 为什么没关系 因为他 他月经线已经往上走了啊 那就算跌到300点跌到这里来 就算跌到这里来 也是他撑着啊 顶多都是他跌下来回补缺口而已啊 那你又没有做这一档 你如果没有做台积电啊 你是在反对什么 你不要插比就好了 那指数会不会崩盘 你看他会不会崩盘就好啊 你觉得他有想要崩盘吗 当初NASDAQ指数在10月初跌下来的时候 我那时候美元指数创新高啊 那你看台北股市啊 那时候跌下台北股市也是跌下来啊 是不是跌下来 那我不是跟各位报告吗 我说美国股市不会跌啊 它只是一个调整 对不对 那美国股市现在创新高了嘛 那创新高当然是特斯拉的创新高啦 还有一些监雅股它创新高啦 NVIDIA啦 NVIDIA是在这边挂牌嘛 它也创新高啊 所以这些强势啊 对不对 那特斯拉这档股票也在这边挂牌 所以它也创新高 那美国的这些蓝筹股也都表现不错嘛 那所以当然就是 这些股票就不会崩盘啊 这个就不会啊 那这个也不会啊 就整理调整嘛 那所以我们指数变成说这样子 混在这里嘛 那季线扣底高值嘛 这么高 那扣底这么高这边比这边高 所以这条线不会改变 那一直要等到什么时候改变 就一直往下扣底低值的时候啊 那你今天是今天礼拜一嘛 礼拜二礼拜三礼拜四礼拜五嘛 下礼拜一礼拜二礼拜三礼拜四礼拜五嘛 所以季线是越扣越低啊 所以大概在11月中季线如果指数不涨不跌 我现在讲是不涨不跌 但这种情况不可能嘛 我说假设不涨不跌的情况之下 那它季线自然在11月中它就往上走了 那这形成中线多方式 那现在目前来讲反弹以后 碰到了中线的压制 中线的空方式 所以指数会会涨来涨去啊 你懂得意思吗 就会在这边混啊 那这边混就是以盘代叠嘛 一种是时间空正 一种是修正 也就是一种修正是空间修正嘛 一种是时间修正以盘代叠嘛 以盘代叠你听不懂 那你月线扣底低值啊 这里比这里低啊 所以这条线往上啊 那往上如果急跌有什么 有没有关系 没关系哦 你跌300点都没事情了 欢迎下跌 没有下跌你怎么买到 你怎么股票会买到便宜 不然的话你那个ABF宅板 你买得下手吗 或者是你这个世心里有办法买吗 爱普你怎么买 资源你怎么买 那红茶店你怎么买 我告诉你 红茶店是通膨概念股啦 红茶店是通膨概念股啦 一百公茶三十块现在变七十块了 越起越贵啦 一百公茶本来三十块了 现在变七十块了 我常讲说基本面不如一碗泡面 很多人听不下去啦 那红茶店啊 估计是变 都了解啦 還沒辦法在賺 這些都要去價錢 你看看 都還沒辦法在賺 都了解 了解 了解 都了解 了解 上半年也還在了解 你看 還在了解 那時候要把他放空 把他放空 你聽懂嗎 他了解嘛 你認為他已經說了解 你把他放空 你就是基本變了 基本變派嘛 因為你說他基本面不好 你就把他放空 基本面很好你就把他買 不是這種程度嗎 我說基本面就沒有用嘛 你說基本面很好 這都基本面怎麼不好 這都很好的 不要點命嘛 說這組就好了 所以我講了對不對 我講了說我們操作股票是要技術面 因為技術面可以讓我們情緒管理 而不是用基本面在管理 我們操作股票最重視是情緒 你要跟情緒為敵 跟趨勢做朋友 那方向是不對的方向 對不對 如果股票會讓他放空 如果股票會讓他放空 我覺得假設有下跌 我不是叫他放空 我說假設有下跌 好啦 很好啦 不然你這個股票要怎麼買 你這樣買就會出手 你也可以下手嗎 請問你也可以下手嗎 你這個要怎麼買 我問你這要怎麼買 這要怎麼買 你也在下手 紅茶店你也沒10個買 衛生理也給你放空我也知道 你這支 它的好朋友就是這支 這支的好朋友就是這支 這支的好朋友就是這支 這支也沒興趣 這支的好朋友就是這支 這支的好朋友就是這支 這支出頭的 這都是重組的 有的有興趣有的沒有興趣 不要緊張 這支的好朋友就是這支 這支的好朋友就是這支 它的好朋友就是這支 它的好朋友就是這支 你明白我的意思嗎 它的好朋友也是這支 這支也是它的好朋友 你知道嗎 我今天不是有講到這檔股票嗎 所以我剛剛練到的是 只有一檔股票就是傑敏是剛漲而已 其他都已經漲翻天了對不對 那你跟著我操作 我會看情況喔 你不是說漢磊一堵氣 資源一堵氣我就為了要表演 為了要表演 或是紅茶店一直漲 我就是趕快去幫你撒 換上去幫你購買進 然後我在這邊表演 我如果要騙你很簡單 我就什麼股票都買 什麼強勢股我都買 然後我每天歌功頌德 我每天都講漲停板漲停板 股票買這麼多 要100支200支 反正會員你就用手機簡訊傳給他 他沒有錢買他家的事 要這樣做嗎 當老師的可以這樣玩嗎 你可以這樣欺負會員嗎 你可以無限量一直供應他們股票 他們又沒有那麼多錢 舊的股票又沒有賣 你一直叫他們買 然後就為了表演 所以你漲停板 我們沒有那麼不要臉 我們沒有那麼不要臉 我們會員都在看節目 我們上禮拜五買傑敏的時候 有漲嗎 有大漲嗎 可是我就跟你講 我就知道頭信都回來買了 頭信還沒買 上禮拜五還沒買 今天就買了 所以現在還沒看呢 沒看我就知道就好了 你不猜沒辦法 感到重要 我也知道就好了 今天頭信就來買這檔 把我們討論了 我們上禮拜五買 今天賺了一個漲停板 那這個股票呢 自從我們買了以後 頭信一直幫忙忙 蠻幫忙的你知道嗎 老實說你怎麼沒有買到最低點 最低點不是我買的 那是你買的 你比較厲害的 我很飯湯 你最低點都給你買的 你宏達電買最低點你買的 楊明你最低點也要買的 4.72也要買的 你很厲害 很厲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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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低點是好 股票不是要買最低點的 買了以後明天會漲就好了 你管它是不是最低點 那就以後都不用買了 那漲起來股票那沒有 那最低點已經是 那長榮最低點是8塊9 你去買啊 買得到嗎 那你要更換意思嗎 所以我講就是說 今天我們四星創下的高點 也不是一天創下來的高點 我為什麼一直要提四星 其實投資料我不是說叫你 要不要這個地方去買 要不要買四星的問題 我知道你現在叫你買四星 你壓力太大了 可是我必須要講四星 為什麼 因為我要告訴你頭信怎麼做 頭信在這邊因為受到這檔股票 本來就是好公司 這一千塊整理 今年的事情 那因為受到美國商務部制裁 飛騰這家公司 就是中國大陸的公司 就是飛騰 所以造成四星的業務上 有一些影響 所以那時候是一個非常大的利空 可是頭信已經有規定 頭信的持股 他們也許是買30檔50檔 因為他們有30億100億 他們有那麼多錢 投資朋友你買30檔50檔不對 因為你沒有300億 你沒有100億 你買那麼多檔幹嘛 那他們其中有一檔 因為頭信有150加頭信 那有很多人都有四星 很多頭信的基金都有四星 那有的成本買的比較低 那有的成本買的比較高 那買的比較高的這些頭信的基金 當它跌30%以後 按照規定它必須要停損 這沒有辦法的事情 那如果買的比較低的頭信 它就算跌到這裡 它也沒有 它也在成本附近 它就不需要停損 你懂我的意思嗎 可是當這些頭信停損以後 他們有時候經理人 在停損這個股票 他們也知道這個股票很委屈 可是他們必須按照機制 內部控管要停損 這是這個要跟金管會寫報告的 這個要跟投資朋友負責的 所以他們停損之後 先認賠 我給各位看一下周星你就知道 他們會先認賠四星 就很清楚 這兩個禮拜 我賣的很多 對不對 賣了不少 他們要認賠四星以後 然後只要四星認賠以後 是不是就認賠了 但是認賠之後 能不能再買回來 我問你這一句話 很多人說 我股票我停損了以後 又漲起來 我沒有買回來 所以停損不對 那是你不對 不是市場不對 你停損以後 可以再買回來的 很多投資朋友 如果要再買 不要停損 你怎麼知道 你如果知道你就不買了 不要停損 你兩百多塊 去買長榮陽明 停損在八十幾塊 如果要再買 不要停損 現在起床了不要停損 我幫你返回一計畫 要知道你就不會買長榮二三四點五 什麼事情會讓你知道 讓你早知道 你如果這麼厲害 你乾脆說要知道 上一支 那些投資 我去幫你簽 我就得到了 那要知道 你也知道 你每個人也知道 炒大會想而已 對不對 你說這停損之後 人家就開始去買 好不好 那時候投資賣到最低 現在買最高點 都在買 不可以嗎 我常講說 為什麼不可以 不可以嗎 這樣有罪嗎 投資賣 資金賣在低點 買在高點 是不行嗎 為什麼不行呢 為什麼不行呢 誰跟你講不行呢 這支股票給你看就知道了 這叫聲達科 今天漲停板 連續四根漲停板 投信買了292張 你看這邊有沒有買 有沒有買 你現在知道怎麼操作了 老師他們最高呢 不好意思 最高都在賺 我們休息一下 等一下回到節目線 追求夢想 成就非凡人生 發現價值 攜手共贏 完美服務 忠於所托 挑戰自我 成就非凡 精確掌握 投資方向與時機 替投資人 看守好每一次進出場 諮詢專線 027725-9668 027725-9668 追求夢想 成就非凡人生 發現價值 攜手共贏 完美服務 忠於所托 挑戰自我 成就非凡 精確掌握 投資方向與時機 替投資人 看守好每一次進出場 諮詢專線 027725-9668 027725-9668 我跟各位講 有沒有講得很清楚 有沒有講得很大聲 追高都在賺 低階都在套 低階沒本事的啦 低階就是逆市 你低階股票 你跌下來你去買 你怎麼知道那邊是最低 今天的最低 是明天的最高耶 因為在拆嘛 老實說 老實說你這樣長榮 揚明也在低階 我沒有在低階啊 我最近都沒有在買這個 我已經跟你講過了 我不能再買了 我每一檔持股有持股的限制 我怎麼可以再買長榮 你現在來找我的投資朋友 我也不會通知你買長榮 要買你自己買的 我給我的會員的目標價 已經設定好了 絕對不是在低點 也絕對要超過這個頸限以上 我可以跟你講 可是我不能一直買長榮 然後就沒有錢去買科技股啊 我如果一直買長榮 我哪有錢買這檔股票 我上禮拜五買的 我如果一直買長榮 怎麼有辦法做這種股票呢 你聊個外議是什麼 所以 投資朋友的觀念要改變 不要一直講基本面很好 也不要一直講不能追高 你講不能追高 你就擋你自己財路 我現在不是說 你今天無限量的追高一檔股票 到底對不對 像這種股票 你說這邊不能追高 我沒有操作這個啦 我只是舉個例子 你說這邊就比這邊高很多 你這邊買了就追高啦 你知道這邊追高的賺多少嗎 你知道嗎 你說這不能追高 這邊買就追高啦 你說這邊不能追高 你當然現在這邊是 這邊是這邊的低沒有錯 可是在當下這邊是很高耶 你說這邊不能追高 你說這邊不能追高 是怎樣漲啊 這個都是啊 強勢股 就是因為 有人買他會漲停 才會漲停 不是漲停他們才買 所以不要誤會 投信外資的操作 不是說 漲起來以後 投信才去買 你說今天漲停板 你說啦 今天漲停板 投信今天是追高 本來就要追高 投信如果今天沒有買 傑敏 傑敏前溫怎麼會漲停板 不是傑敏漲停板 投信才去買 是投信買了以後 傑敏才漲停板 投信買了強茂 投信買了這些股票 這些都是二級體 都是公立半導體 我一直在講 常常在講 對不對 這個是公立半導體 包含他呢 轉投資公司 他今天也忍不住 也漲了啦 這個是做累經的 這燙化器跟燙化 加了累經 然後漢也是代工廠 這個也是代工廠啊 你看他都補漲了 那現在投信朋友 現在很擔心的是這個股票 這個股票怎麼會跌下來呢 這個股票怎麼沒有漲呢 我可以跟你講 大家比較關心聯電 我可以跟你講 你就背起來 這個是專業的 平常我是不講的 我只有跟會員講 平常我本來不想講 因為我看起來聯電 明天就要漲了 所以我跟各位講 因為革新 有一家革新叫 Growth Funding 是全世界第四大代工廠 晶圓代工廠 第三大叫聯電 聯電佔有率77.3% 革新6.2% 第一名當然台積電52.9% 第二名是17.3%的三星 因為革新在美國 那是大革新挖牌 所以按照 因為之前是沒有上市 後來上市之後 按照外資的動作 他必須要買革新 然後要調整 其他的二線的金融代工股 那為什麼要調整二線呢 因為聯電也是二線 世界先進也是二線 利基電也是二線 那革新它也是二線 可是革新的獲利 它是到目前為止 它都沒有賺錢 它去年還虧損13億美金 上半年今年還虧錢 所以革新的市值不應該超過聯電 但是它為什麼賣聯電去買革新 因為這沒有辦法的事情 一定要這樣做 因為它必須要分散投資 這個叫套利 就像我之前跟你講的 有時候外資會去買馬司機 買賀波羅車 去賣長榮陽明 或者是買長榮陽明 去賣賀波羅車 或者是 或者是這個乙星的航運等等 這些都是套利的行為 套利 Uptage 愛版 但是問題是我們如果要找標股 那不可能是聯電 我可以跟你講不可能是聯電 聯電只是給保守的人操作而已 可是聯電也是屬於 聯電這種公司 它也是有 也屬於第三代半導體的 它有轉投資公司 也是有介入第三代半導體 像這個也有介入第三代半導體 很多公司都有介入信 這個都是喔 包含了PA 這些股票 都是最近在補漲 都是第三代半導體 那第三代半導體的龍頭 就是這個 就是這檔股票 就是這支 我要操作 會員不賣 就說明天跌停板也不賣 股票要忍受到震盪 因為我們賺了錢以後 你隨便把它賣掉以後就沒了 我們擴大戰果之後 我們不怕它震盪 但是我們剛開始買賣的時候 我們要馬上設停損 可是如果拉開了距離之後 不用了啦 那只是停役的問題而已 不然你看世青 我們為什麼 你看我為什麼要講到世青 我講到世青的意思就是告訴你 你不要聽市場那些雜音 那些負面的聲音 當初世青在4月5月份的 多少人期待他下市 把他罵他臭頭 包含我在操作世青也被人家罵 結果我就做給你看 只有五個月時間而已 我幫會員賺了173.6% 我不是從最低點算的喔 363.5%漲上來已經漲兩倍了 我是用413塊買的 而當初在操作世青的時候 我們也不是說一開始 我們就買到最低點不是 我們也停損過一次 後來我們再買一次就對了 那艾普呢 艾普我們是買在315塊 老師這邊600多塊怎麼315塊 你這個要用功讀書你才知道 你要用功一點 不要每次都我要解釋一次 我就是買315塊 那漢雷我們買106.5 對不對 那今天我公開一檔股票就是傑銘 那傑銘這檔股票明天會不會大漲 你說呢 當一般的閃數看到投信回來大買的時候 明天一定追的嘛 可是我禮拜五就買了 現在整個市場的主流維持在科技股 要嘛就原宇宙 要嘛就IC設計股 IP 要不然LED也有一些股票 二極體 還有公立半導體 電動車 第三代半導體 ABF宅板 就天天在講 都是漲這些股票 那很多投資朋友在想說 那這樣怎麼辦呢 我們要不要換股操作 我們鋼鐵股跟航運股都不去呢 我跟你說 我測標寫得很清楚 先科技後傳產 那很多人問我說 找我的投資朋友很踴躍啦 上禮拜找我的很多 都是帶著航運股來找我 我說我一定把他們帶上來 所以我們這個長榮 陽明要不要換股操作 不用 不用換股操作 就是不用 你守好自己一亩田 顧好自己三分地就可以了 但是你也不用全部都 把資金都全部壓在航運股 不是這樣做 你要學我一樣 要分散 要分散 但是你那些套牢的那些股票 你現在不要動 他們會上來的 了解我意思嗎 加入好友 Telegram 193008 我想我今天講的已經過清楚了 那你加入Telegram 你就知道我目前的一個看法 跟操作的方法 那今天的報告到這裡 謝謝各位的收看 明天見 每個人應獨立判斷 隨身評估 並自負 投資風險